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 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这种朋友不要也罢 恶劣的朋友行径 哪有仪当筹码换好处吗 人际关系的相处应对上呢 你有时候就会遇到有些朋友 他对你很好 帮你当妈记 当做亲人般的对待 同时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 他就会拿着友谊这个名号 到处的招摇骗状 然后骗吃骗喝 你在生活中是否也遇过 这类恶劣的朋友行径呢 今天就来稍微统整一下 第一点呢 我觉得蛮常见的 就是要付钱的时候呢 就会各种的装死 或各种的闪 尤其在那些饭局 酒局 唱KTV的时候 他原本来很开心 大家一群人出去吃饭 然后喝酒聊天 那当要结账钱呢 他可能就会使出两个招数 一就是装罪 就是开始就是各种忙 各种不省人事睡到底 然后你还要帮他叫机车车 你还要帮他想办法 把他弄回去 那这个状况之下 你不可能还去要求他来 那个血儿那个残废 或是跟他要酒钱 基本上就是 大家其他人先去买单 那后续可能也不了了之 那另外一种状况呢 他就是在要快结账 快接近尾声的时候 甜点可能还没上之前 他就突然接到通电话 或是临时有事 在一大群人的这个聚会里面 他就突然搞消失 去个厕所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就就此消失于这个世界上 那等到你回神过来 要结账的时候 你才问他说 你人在哪里 我们要走了耶 他才说 没有啦 刚我临时收到一个讯息 然后就先走了 或是我临时有事 我先走咯 那他也没有在后续跟你说 这个餐费 这个酒费 这个KTV的费用 他也要跟你结 那这个状况之下呢 就是一次两次 你可能会觉得说 好啦是偶发事件 但久而久之 你就发现说 这是他的惯性招数 那更不用讲 最近不是中秋节快到了 大家可能就是会 三五好友约在一起 吃饭聊天啊 甚至讨论 那当然有sense的人 你先去一个这样的局 要不就是你先买好酒 或是你今天 事先先买好一些食材 一起前往 那这个状况之下 可能合理 大家就是 你有贡献这个 那我就是 你买肉 我买菜 你买酒 我负责一些 就是器材类的东西 但有些人呢 他就是非常的 不客气 他人现身 之余是他完全不做事 还刻意 深深来迟 就等到你们前置作业 都用得差不多 备好料啦 生好火啦 开始在烤的时候 他才会出现 那他一到呢 就开始吃 开始聊天 开始互动 然后他也没有要做 任何的善后 就是又提前走 然后当然他也不会跟你 学了任何的 这个餐费 或这个饭局 可能需要的一些 器材费用 没有 他就是单纯出席而已 这类朋友呢 如果其他朋友 都已经很了解 他的喜新 或是也可能知道说 好啦 他的经济状况 他最近可能过得 比较不好 大家有共识 是帮他 cover这个部分 但有些人是 他明明生活 到处的享乐 常出国啊 买精品 但他就是在这块 非常的吝啬 那身为他的朋友 你有时候就会看不惯 觉得说 大家开开心心的聚在一起 但为什么你总是觉得 很像大家都要去 帮你负责 付钱 而你明明自己生活条件 也是不差的人 你总不会想到说 这块是否你自己要来 适合或是分担 或偶尔请下课 所以大家就会 在这个部分扣分 接下来第二点 关于说 恶劣的朋友行径呢 就是二 最差旅办 不管是在台湾 当地的国旅 或是你们约好 要一起出国去旅行 重点就是会有一派人呢 他事前都不做 任何的行程规划 他都会说 没关系啊 你们安排 我都好 我都OK 那后续 真的走到那个 出发的时候呢 他就会各式各样的 最行程啊 到当地选餐厅啊 要吃东西的时候 因为显出 这个东西这么难吃 怎么会这么贵啊 你们怎么会选这个餐厅 或是要到一个地方 景点去的时候 可能要搭车 花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或是到那个当地 大家也是第一次去 所以不知道 那个景点到底是原事变 所以他又开始显 怎么会这么无聊 好热哦 终于来到了 他喜欢的行程的时候呢 又因为他自己 本身的语言能力不佳 他可能事事都要你 陪在他身边当翻译 那这个状况之下 大家就觉得说 跟你出去出游 一是你不能够分担 我们这个团体的事务规划 就算的 你就是没有办法帮忙 你还出一张嘴 到处的弦 各种批评 那你知道 如果你今天是负责 行程规划 或是你负责掌控钱 或是你负责 预言担当的话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已经花这么多时间 事先做那么多功课 然后帮你们规划行程 或是帮你们安排餐厅 或是帮你们语言沟通 结果换来是 你又在那边摆脸色 摆姿态 那久久直 大家就不会想跟你出门 所以这种恶劣的朋友行径呢 就是最差旅半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恶劣的朋友行径 就是三 重色亲友 就是他只要有另一半 或是最近有暧昧对象的时候 他就会消失在这个人世界 你再也联络不上他 你再怎么约他 他都说没空 那全部都是以他的另一半为种 就是所谓的马子狗 或者是 就是他会有那种什么 以夫为天的感觉 就是有男友 或是有丈夫的状况 一切就是以他的话 作为圣旨 你要约他出去吃饭 他就是一定要提前 先去请示他的另一半 说他可不可以去吃饭 或是可不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那甚至有些 比较邪恶的另一半呢 他会洗脑你的朋友 就会跟他讲说 你要远离你的朋友圈啊 你的朋友就是不好啊 有一点是担心说 你跟朋友混在一起 你的马来可能就会被 朋友们劝清醒 因为你对自己的另一半 这么的好 或是什么事情都听他的 有可能是连那个宗教 政治倾向啊 或是连你的生活习惯啊 你的另一半说什么 你就会完全去配合他 依附于他 那你朋友说什么呢 你就听不进去 就直到有一天分手的时候 这个朋友才会出现 这个过往都是 重色望有的人呢 因为现在没有色了 他只能够 靠这些朋友来取暖 问题来了 所谓的恶劣行 我是从现在才开始 刚开始前面 如果就是怎么约不出来啊 就是有了异性没人性 这就算了 反正只是见不到人而已 但是他恶劣之处呢 就是在他分手之后 他就开始各种的 邀约朋友见面 开始巴着你诉苦啊 讲他到底有多可怜啊 邀你要喝酒啊 你不陪他 感觉就是你的问题 然后他十点 你就是要陪他吃饭 陪他出游 陪他喝酒 直到下一个对象出现的时候 他又搞笑事 所以朋友都会觉得 自己像是个替代品 你如果今天有另一半的时候 你根本出去吃饭 看电影 不会想到我 直到如果今天没有另一半 你现在单身了 空窗了 才会想起我 就会觉得自己 到底在你心中的地位在哪里 就会觉得还蛮恶劣的 现在第四点关于说 恶劣的朋友行进呢 就是死 有事中无厌 无事下影唇 他平时呢 都不会跟你联系 但是他只要有电话 一响 绝对没好事 会打给你呢 要不就是出现了 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啊 需要你的协助啊 需要你的资金啊 可能他最近要搬家 需要有人帮他搬家 或是可能最近 资金出现一些问题 需要有人可以周转一下 甚至他看到 哎你出国了 然后他想要出国 请你帮他代购一些东西 之前不知道好几年 根本中间没有联系 连那个什么 生日啊 过年过节 根本一句问候都没有 但是他突然间看到你出国 他就呛你说 哎你人在日本哦 啊你人在欧洲 你可以帮我买个什么东西吗 然后那个东西 他可能还是超级巨大 或者超级难买 你要为了他特地去一趟 这样子 那回来给你算钱呢 他给你算超仔细 直接点开那个 台湾银行的那个汇率 说啊你这汇率 你这样算是比较贵 我看那个汇率 现在不是多少吗 但有时候你知道 你在当地的那个汇差 跟你回到台湾 那个中间会有起伏 甚至有些人是连那个退税 他都说 啊你那个是给我原价价格 那你退完税多少钱 我再算钱给你 这样 你就觉得说 哇真是很敢要求 那刚上述都还偏比较小事 就是可能是 生活上面的一些小协助 但有些是牵扯到 巨额的资金往来 比方说 他就要跟你借钱 那可能是工作上 他可能 最近加入保险 做直销啊 不知道几百年 从毕业之后再没联系 但突然一通电话打来 就说 哎你有空吗 我想跟你见面 好久没见了 我们要不要约哪边吃饭 或是约什么咖啡厅聊个天 这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遇到这种过往的好朋友 突然打电话来 你约见面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嗯好吧 那去去看好了 就一去你就知道说 OK他现在就是要推销你 叫你跟他买东西 或是就是要推你去 参加他的下线之类的 而这种状况 就是平时完全不会联系 但是有时的时候 他才会密切的跟你搭上线 最后呢 最后的恶劣朋友行径就是 他自己在感情上面 可能有一些欺骗偷吃劈腿的行为 他会需要你的掩护 但有时候身为朋友 你就想说的确我是认识你 那我帮你当朋友 但是你今天要叫我去帮你说谎 或是你明明就不在我家 但是你另一般打电话过来 我就要骗他说 哦没有你在我家啦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还要帮你隐瞒行踪 甚至有些人是 你连跟外面的人偷吃啊 或是约会 都还要拉我当电灯跑 避免说被正宫 或是被你的正宫朋友发现 那这个状况之下 朋友就想说 有够麻烦 因为可能当一群人认识九州 你可能也认识他的另一半 他另一半如果后续知道这个事情 你就会有点 连自己的名声都一起配进去 因为你可能也认识 这个朋友的另一半 那你跟他可能平时 也会有一些互动往来 人家可能本来是相信你的 但因为你就是为了隐瞒这件事情 或是不讲 或是你帮你的朋友 就是做一些cover 最后面被发现说 哦原来你们之前那些局啊 那些邀约根本就骗人的 你就会觉得说 我自己很圆 因为谈恋爱也不是你 但是你却要遭受这些恶民跟批评 好了 那就今天统整说 这种朋友真的不要也罢 恶劣的朋友行径呢 哪有一当筹码换好处 你也遇过吗 那最后呢 我要分享一个 我最近看到一个小新闻 蛮有趣的 算是冷知识 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是用iPhone手机的话 你打日历 它会有emoji 那个emoji的日期呢 就是那个日历的日期 是显示7月17号 那大家就好奇说 哎为什么 对啊 那个日期要显示是7月17 当做日历的这个emoji呢 后来就有人在说 7月17呢 被称作是世界的表情符号日 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呢 是当初 就是emojipedia这个创办人 当初在提出 要做一个日历的emoji的时候呢 就是想到说 因为当年 在2002年的7月17号 苹果公司 Mac World大会上面 他们推出那个iCalendar 那个日历的图示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图案 然后上面就是 因为他们是7月17号 开这个Mac World大会 那上面这个emoji 后来就沿用说 就是显示是7月17 那这等于是一个小小的冷知识 所以你如果是用iPhone手机 你打日历 它出现那个图示 为什么是7月17 就是因为 当年是在7月17号 发布这个日历图示的 然后就沿用致敬 然后后来这个日期呢 也后来变成所谓的 国际的世界表情符号日 而这个冷知识 就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啦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各种意见看法 或是疑难杂症 都欢迎到IG跟我做互动咯 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